这以下的是我们依据《渡王经》 给亡人的开示 当你见到强烈耀眼的光 要立刻勇敢的投入 那是阿弥陀佛借引你的佛光 当你见到柔和暗淡的光 千万不要投入 那是三窝道的光 三窝道的光不融合 暗淡是真的 它暗淡不强烈 可是佛菩萨的光的时候 是很强很融合 这个是一定要知道 那是我们依哪一步经修行 就要依这个经典理论与方法 如果你依西藏这个《渡王经》修 你就完全依它的遗规 要请上司指导你 这个行跟灭 它的所依据的理论跟方法不一样 不能混杂在一起 就像我们求学 这一个老师教的 你不能跟第二个老师 每一个老师有他的教学方法 有他的这个思路并不相同 所以你跟两个老师 同时跟两个老师 你就乱了 你就很难成就 老师讲的东西并不一致 这个一定要懂得 所以佛开这么多法门 就是让你自己选择 选择之后 一门深入 一门深入 尝试寻修 你才能得受用 求学也是如此 所以中国 自古以来讲究 私诚 私诚就是跟一个老师修 这个老师一定对你负责任 帮助你成就 你同时跟三个老师 四个老师 像现在学校这种教学的方法 那就很难了 那就很辛苦了 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早年我在台湾 有很多佛修院 请我去教授 我不去 什么原因呢 老师太多了 这就很难的受用 我自己求学 是一个老师教的 我学这学 方诺美先生一个人 学佛法 张家大师 开头是他老人家 三年之后他过世了 我再找到第二个老师 李老师跟他十年 这一定是一个老师知道 一个方向 一条路 你不会有妄想 这样容易成就 所以自己没有成就的时候 最怕的时候 你像现在很多新众 喜欢泡妙 喜欢清净很多法师 到处去皈依 认为自己很了不起了 设计上一切不同 但这个话我们不能讲 讲的会得罪人 很难说 现在真话不可以讲 要说假话了 这是比什么都重要 你一个老师叫出来的时候 他的心端了 所以他戒定会 他心是定点 定就开会 开智慧 你心里杂乱 怎么开智慧 我们也只能说讲经 在经典里这样教给我 我们这样说 看看天的人呢 能不能领悟 不能领悟 他还到处去叛冤 那就是他的事情 这个关系很大